Hello 大家好 今天的影片呢 是全臉用 REAL TECHNICS的刷具來上妝 這個是之前他們官網有折扣的時候我買的 然後因為都還沒有拆還沒有用過 我總共是買了兩個組合還有兩支單支的刷具 今天的影片呢可能光線比較沒有那麼好 因為現在外面天氣超陰的 應該待會就會下大雨了 最近的天氣真的是非常的陰晴不定 那我剛剛primer已經上完了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上底妝 底妝我要用的是他的Expert Face Brush 粉底刷 還有 有用過他們家刷子的人啊 你們有沒有覺得他的盒子很難開 我每次買他們家的東西都覺得 他們盒子真的是做的有夠難開的 這就是把這樣打開之後呢 就把他抽上來 其實我覺得他們家的東西包裝都還蠻精美的 就是排除掉 一開始很難開的這個缺點之外啊 他們東西包裝都很精美 就你不需要擔心說你的刷子啊 可能在運送過程中會被壓到 然後它這個是很堅固的塑膠殼包裝 還蠻軟的耶 好太好了 然後 看起來像是這樣子 我覺得他們家的刷具做的很漂亮 你看 今天粉底液呢 我要用最近很喜歡的 Wild & Wild的Photofocus Foundation 這個我之前有做過實測喔 我會把影片 連結放在資訊欄 噢 粉底真的很水 要小心不要滴到 身上 我先上半邊臉看看 就用這個刷子 哦 緊張 好 刷開 哦 有沒有聽到 救護車的聲音 它這個粉底刷很軟耶 完全不會刺臉 因為其實我 沒有非常喜歡買粉底刷 因為很多粉底刷我用在臉上 都會刺刺的 可是這個刷起來很舒服耶 然後鼻子下巴 我覺得這支粉底刷 它刷出來的妝效就是 很均勻 然後還蠻清透的 而且它上粉底的速度非常的快 所以我還蠻喜歡的 而且 我用在臉上 完全都不會吃 因為粉底刷 基本上我個人是 最在意 它會不會刺臉 會刺臉的粉底刷 不管它刷出來的妝效 再怎麼好看啊 我還是不會想用 但是這支粉底刷呢 我目前 第一印象呢 是完全都不會刺臉 刷出來的 妝效就是很 均勻 很輕薄的感覺 那這支刷子 目前過關 我打算用 這個組合裡面的 Setting Brush 來上遮小 我先把它打開 然後用Feed Me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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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一開 可以把車霞拍勻 很快很快 我要在遮瑕上面再疊一點 20號 稍微提亮一下 一點點就好了 其實一般遮瑕我都喜歡 我都習慣用海鹽上 第一次用這種刷子上 我覺得 上起來還蠻快速的耶 但是我覺得用刷子上 遮瑕就是 嗯 如果你要疊比較多層的話 會比較容易有刷痕 眉毛呢 我一樣去用 A.T.House的 眉筆 這部分呢 就沒有用到刷子了 所以我們就跳過 所以我打算用這個 Blush Brush 先稍微定妝一下 剛剛遮瑕的部分 它這毛真的是 超軟耶 超級超級軟 這毛真的是 軟到 很像 你以為你在摸棉花糖的感覺 天啊 好 用ELF的這個 Contour Palette 我要用米黃色的這一個顏色 這樣掃在眼睛下面真的是 超舒服耶 好舒服喔 這應該是我目前有的刷具裡面啊 毛最軟的 天啊 這掃在臉上真的是 真的是 一種 享受 天啊 眼部的刷具我這次就只有買 這一組 就裡面 裡面只有兩支而已 所以我應該就是 上個比較簡單一點的眼影就好了 這支是Base Shadow Brush 像這樣子 再來這一支圓圓的呢 是Deluxe Creeze Brush 這個真的是一個 圓柱型的刷具 等一下 這個 這個對亞洲人的Creeze來說 就說 稍顯大了一點 反而 反而這個 Base Shadow Brush啊 就是要拿來暈染我們亞洲人的眼窩啊 還蠻合適的 但是這個 Creeze Brush真的是 好 有點大 眼影我今天要用的呢 是 之前買的 Colour Pop的單色眼影 我要先拿很淺的這個 橘黃色 然後我用 他的 Deluxe Creeze Brush 哦 沾了好多粉 我覺得RT的 眼部刷具 就這種紫色的啊 比 這種大型的臉部刷具在 稍微刺 一點點 一點點啦 不嚴重 就跟我 以前用過一些比較刺的眼部刷具比起來 已經算舒服的了 但是跟他們家自己的 就是這種 臉部刷具比起來啊 是 毛會稍微再硬一點點 他的圓柱群的毛很密 他這樣 他的抓粉力還不錯耶 就是上色可以上的 就可以 可以壓出 比較飽和的 顏色 接著呢 我要用他的這個 Base Shadow Brush 沾 比較深的這個橘色 韻一下眼窩的範圍 我要偷渡 別支刷子 這個是ELF的 Countour Brush 我要沾這個 這個 比較冷色調一點的眼窩色 加強眼窩的部分 就是畫得更精準一點 我覺得他們的眼部刷具用起來呢 就 就比較沒有像剛剛的 就是 臉部的刷具用起來那麼的驚艷 所以 我自己是覺得 就還好 還有兩支刷子 我們還沒用過 我先用他的這個斜角修容刷 來修容看看 我一樣是用ELF的Countour Palette 我打算用 比較淺的這個顏色 Woo 哇 這支毛也很軟 相機不知道拍不拍得出來 我上很 淡 這支的修容刷啊 他的尺寸非常的剛好 就是如果你想要 比較銳利的線條呢 你可以這樣子上 如果你想要比較 柔和 然後比較大面積的 譬如說你可能想要上 Bronzer啊 之類的古銅餅的話 那你可以 變成這樣子 用寬的寬面來上 上起來就是有比較大面積 然後比較沒有那麼 銳利的線條 所以他的用法其實還蠻多的 而且我覺得他的這個 他的 他的這個粗細度啊 拿來上 鼻影我覺得還蠻合的 這類型的斜角修容刷啊 我之前用的呢 這個就是典型的斜角修容刷的 形狀 你看他們兩個 就是有差異 這個啊就是比較扁 然後比較胖一點 然後你看 他們的這邊 這個比較圓 他這個是比較長型的 比較扁 所以這個形狀 我覺得他的 用途是 更多元的 還有另外一種 Huntour Brush 是像這樣子的 這個呢 是他可以製造 非常非常銳利的線條 但是因為 他的這個毛 太扁 太厚實 那麼像RT的這一支啊 是稍微比較鬆軟一點 所以 ELF的這支我用起來啊 是覺得他 比較不好暈染 所以我自己 反而到後來是 不太拿這支刷子來 做 修容 因為他比較容易會有色塊 我反而是 很喜歡拿 這支刷子拿來畫鼻影 因為他很 他很窄嘛 所以如果你比較 比較銳利 比較明顯的鼻影的話 這支還蠻好用的 相較之下啊 我就比較喜歡RT的這支刷子 他的刷型啊 基本上是比較適中的 再來我要用的是 剛剛拿來定 眼下遮瑕的這支 這支 blush brush 上點腮紅 嗯 我想要用這個顏色 比較偏蜜桃色一點 這支刷子 這支刷子真是太軟了 太軟了 軟到這樣 這樣上塞紅 真的是 超享受 我覺得這支刷子必買 超軟 我還沒有用過這麼軟的刷子 嗚 而且 他抓粉力還不錯耶 那你們這樣看 看不看得出來 他有多 多細滑 多軟嫩 真的就是 很像拿棉花 在掃你的臉一樣 就是那麼的舒服 而且他的抓粉力 跟暈染效果都很不錯耶 我覺得他可以 把腮紅暈的 就是很沒有界限 很自然的樣子 太棒了 買到這支 太值得了 打亮的話 我一樣用 ELF的 Contour Palette 用 這個 這個打亮色 這支刷子 這支刷子 比我想像的還要 鬆散耶 所以 不確定效果怎麼樣 嗚 嗚 有耶有耶 看不看 這邊 效果 效果比我預期的還好 因為我本來覺得這支刷子看起來 沒 就是毛很少啊 凸凸的 想說他 真的上得了顏色嗎 而且還可以耶 這支 這支毛也蠻軟的 他可以上出非常 自然 就一點點 透膚感的 打亮 上出來的光澤很漂亮耶 看我的鼻筒 我這次買的 REAL TXN的刷具啊 都 每一支都已經 實際用在臉上過了 那我就先去把 就是 眼線 睫毛膏 跟唇彩 補上 之後呢 再來 總結 我對於 他們家這幾支刷子的 first impression 我回來啦 我把眼線 睫毛膏 跟唇彩 都補上 然後 今天的唇彩 我用的是 Cade Von D的 Lolita 2 這支的顏色真的是 超 漂亮 我超級喜歡這支的 我自己覺得 Lolita 2啊 是 Cade Von D所有的 液態唇膏裡面啊 最特別的顏色 這支顏色真的是 如果只能買一支的話 一定是 Lolita 2 這顏色真的超特別 超美 那最後呢 我再總結一下 今天用的 REAL TXN的 所有刷具的 低音印象 首先我自己 最喜歡 也覺得 也覺得 一定一定要買的呢 你們應該已經猜到了吧 這支 這支是他的 Blush Brush 就是他的 腮紅刷 他的形狀呢 也跟就是 一般的 大蜜粉刷 或者是腮紅刷 你看他的形狀 很特別 他是像這樣子 是一個 蛋型的 所以 你要 你要這樣子上呢 或者是 這樣子上啊 都是很OK的 你可以用拍點的方式 或者用轉圈 暈開的方式上啊 覺得他的用途是很多元的 再來我第二喜歡的呢 是 這個組合 他是他們的 Sculpting Set 我覺得如果 你想要嘗試看看 修容啊 打亮 或者是你剛好有缺這類型的刷子的話 那 那這個組合真的是還蠻值得買的 我覺得還蠻超值得 非常實用 再來是 這支 Expert Face Brush 我覺得他上底妝上起來就是有一種 微微拋光的感覺 就上起來就是 你的底妝看起來就是會很光滑很透亮的感覺 所以我自己 我自己是還蠻喜歡的 如果說你有想要找 這種形狀的粉底刷啊 可以考慮看看 RT加的這支 最後呢就是 這兩支眼部刷具組 這兩支呢就像我剛說的 相較於 我們剛看的這些臉部刷具組啊 用起來比較 比較沒有讓人非常驚豔的感覺 所以如果你本身就是 眼部的刷具啊已經夠多的話 我覺得其實 這兩支是 是不太有必要說特地去買它的 最後要補充的呢就是 他們家的刷子要怎麼買比較好 首先如果你人在美國的話呢 呃 實體店面的話 你可以去 Alta 或者是Walmart也有賣 基本上Walmart的價錢會比較便宜 但是Alta的 呃 款項是比較齊全的 接著如果是網路購物的話呢 第一個 你可以上Amazon買 但是我記得Amazon沒有寄台灣 然後第二個呢 你可以上iherb.com買 然後iherb.com 我記得是可以寄台灣的 再來第三個呢 就是直接 上他們的官網賣 那上官網買的話呢 基本上當然就是原價 但是因為他們官網有時候會有一些還不錯的折扣 像我這次 就是有一些組合是 直接五折 然後有一些是買二送贏 而且很有趣的是他們的官網啊 是不需要另外加美國的消費稅 就是 就是他網 他的刷子飆多少錢 就是多少錢 不會結帳的時候啊 還要另外去加可能8%還是9%的稅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有折扣的時候 在官網買下來是還蠻划算的 官網 我記得好像也是可以直接寄台灣的哦 所以如果你是人在台灣要網購的話嘛 基本上就是iherb.com或者是直接 或者是到realtechnics的官網 直接購買這樣子 然後如果你人在美國的話 當然選擇就比較多了 你就可以先多方比較說 怎麼樣買比較划算 然後再決定你是要在實體店面之間買呢 還是要在網路上買 以上呢就是 我這次新買的realtechnics的刷具 實際使用過上妝過後的first impression 就是第一印象的分享 希望你們會喜歡今天的影片哦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